有两个爱 我的国家是巴黎 巴黎都 哈喽大家好啊 这是妮可 我现在呢 在新加坡的这个 滨海金沙湾 滨海湾 叫什么 滨海湾金沙 哦 滨海湾金沙 哈喽大家好啊 这里是妮可 我现在呢 在新加坡 这次来新加坡呢 是呃 这里的一家酒店 叫做滨海湾金沙酒店 他们邀请我们过来 就是参观啊 体验一下的 哦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她的酒店 我们早上呢 刚刚已经去吃过早餐了 然后我回到房间 这里来化了个妆 我现在呢 是穿着泳衣的 因为等一下呢 要我就想去他们 这个酒店楼顶上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无边泳池 拍拍照看一下 我们到啦 这里就是她楼顶的 这个无边泳池 就很多网红好像有来 这里打卡 但是今天天气真的不好 乌云密布的 哇好可怕 我有点恐高怎么办 好晒啊 这样看起来 好像妮可就 趴在一个几百米的高楼上面 随时要掉下去 好像很危险的样子 但其实走近呢 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不然下了好大雨啊 没有办法继续游了 大家都走了 我们也走啦 拜拜 我们也走啦 刚刚我们在这个酒店最上面的那个无边游泳池 大概下水了 十分钟左右吧 好像下起来很大很大的雨 我们就立刻回到房间了 然后冲了一下澡 换了一身衣服 因为等一下呢 有一个小小的活动 是要去跟其他的博主一起吃个午餐 好像是跟他们那个餐厅的主厨一起吃的 嗯 就是之前很多同学会问我拍Vlog是用什么相机吗 这次新加坡的Vlog呢 我是用了一个新的相机来拍的 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呃 我之前拍Vlog的时候呢 是用那个索尼的黑卡6 这台呢是他们新出的RX100M5A的这个小相机 它的对待速度挺快的 比大家熟悉的那个佳能G7X Mark II要快很多 而且我觉得这一台 比我自己原本的那个黑卡6好的一点就是 它的光圈整整大了一个档 就是拍Vlog这种就是拍人要好看嘛 光圈大一档的话呢 拍人会显得更加的好看 你的皮肤也会看起来更加的白一点 那我现在就去吃饭啦 我们到了 这就是我们中午要一起吃饭的餐厅 听说是一家美国还挺出名的餐厅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很大杯的奶昔 我特别喜欢喝奶昔 开心 给你们看的这个就是他们这家开心最出名的奶昔 超级大啊 这个是棉花糖奶昔 它比我脸还要大耶 这个呢也是他们的奶昔 但是口味不一样 是我们那一桌的另外一个博主盐呢 这个是蛋糕 糖果蛋糕口味 这个我就不能吃了 因为是别人的 好大啊这个盐 是不是比我脸大了 现在下午的活动呢 我们是要来参观它这个酒店最豪华的那个套房 也就是总统套房 然后他们说就是这个房间住一晚上大概的价格是12万人民币 然后可能会随着季节什么旺季淡季的可能会有上下的浮动 就这个房间里面还有私人KTV 专门有个房间是可以给你唱歌的 ok然后我现在进来了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是一间房 就是这就是一整套 就全部都是 光是客厅呢 就有两个 然后有吧台 然后有一个专门的衣帽间 这衣帽间不是特别大 但应该衣服还是可以装很多 然后这边是它的浴室 哇塞在这里泡澡很不错 它上面是有窗帘布的 如果你怕别人偷看你的话可以把它拉下来 但这个是很高的楼层 外面应该也看不到吧 然后这就是我 好大的镜子 哇在这里拍那个 get ready with me肯定很棒 这里光线太好了 有还有这么大的镜子 想在这里拍get ready with me 你们看根本不用打灯啊 对不对在这里拍get ready with me 简直就是最完美的视频 最完美的光线 哇天哪我好像我家也是这样子 我就不用打光 这样就足够拍我的美妆视频了 哇好棒怎么办 好像在这拍我已经出不去了 你看这样子看起来皮肤又好 人又白 还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没有完美 这就是睡房 这就是睡房 KTV房间 哇我喜欢这个KTV房啊 晚上在这里可以唱到凌晨4点 还没完哦 这个房间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地方 然后这里是一个办公间吧 应该是 这里进来是什么呢 那是管家的Bullet Pack 哦这是管家的房间 这是专门是管家用的 你看他们准备的饮料 什么就在这里准备 哇他们这个房间 就还有管家专用房 可以 然后这里还有健身房 健身房 哇还有两个仪器呢 健身房里面还有专门的沐浴间 就是你在这里运动完出汗了 根本不需要出这个间就可以洗澡 好原来刚刚那个房间不是主人房 主人房在这里 哇天哪这里太大了吧 好这里有一间呢 是专门可以给你洗头的地方 可以帮你做造型的 洗头间 对那里也是有一个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 哇有气有气 有一个台球室 就你可以在这里打台球 天哪 天哪台球室这边还有吧台 就可能跟朋友在这里玩 要喝点东西 主人房在最最里面 可能在这个房间最里面 好我们逛了一大圈 走了大概十分钟 终于来到了这个主人房 这是最大的一个主人房 最大的房间 最大的房间 主人房里面还有 就是自己配置 这里又有一个这样子的浴室 这个更大 还有阳台呢可以出去 然后这里主人房有专门自己的衣帽间 还有哇这是梳妆台吗 厕所厕所跟浴室不一样 这里又有一个 有两个 有两个 这么大 可以分开 可以分开泡澡 很不错 这是个厕所 然后这是化妆台 哇我化妆品全部都可以摆在这里 很好 怪不得要12万 原来这么大 然后这个呢可以做那个按摩 SPA的之类的房间 可以躺在这里上面 邀请专人来跟你按摩 这是SPA房 好 妮可她为了拍照呢 要学鸡仔在水里走 看起来很狼狈 其实效果还不错 是这个动作吗 对 这个动作超呗 因为会写着你头超大 像个哈哈镜 像个哈哈镜一样 像不像 像 这是什么水的折射原理 哎 镜头脏了 嗨 哈喽大家好啊 这里是妮可 这次呢是我第一次去夜店 所以我现在 其实挺紧张的 又不知道 要怎么样 蹦迪 然后来参加了好几个博主呢 我听他们聊天 我感觉他们对 蹦迪非常有经验 他们来自北 来自北京的 然后北京的夜店文化 比较那个 发达一点嘛 广州的话 夜店文化其实 呃没有那么发达 我也没去过 我就很担心 在夜店里面会 你知道 就是这样站着 你要看大家蹦 那我现在呢 就先简单的穿这个衣服 下去 让他给我弄下我的头发 然后再回来换一身衣服 晚上呢就要去参加他们的那个活动了 然后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玩的开心 而且 其实我除了紧张之外 我还是挺期待的 毕竟我 就之前是真的没有去了夜店 完全没有感受过这一种 呃 氛围 嗯 挺帅 有点像大哥的女人 随时要砍人 待会要砍谁 你就说就行了 假手 每天都没触摆 你 你 你 i can figure it out how will you hold on me i can't go without i'm sure a lady such as you is it mad or can be discreet but when it comes to between the scenes you can take care of the things you need knows exactly what you like there's nothing i can't do give me one chance to prove to you and i'm a gentleman but i can be your bad boy i can do your dirty work ٍ i hangry not here something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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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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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S U LINE I L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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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加坡圣淘沙的这个小岛上 剩下的这两天呢 就是我们我跟假手自己的自由活动 因为就是第一次来新加坡嘛 就想多玩两天 然后我现在是在一个就是缆车上 然后玩它这边还蛮出名的一个滑道 就是从一个小山坡上面很快的滑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 哇现在很漂亮 就是那个快接近夕阳了 然后我们玩完这一圈呢 就要去沙滩上看那个落日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它不是很高 但是它几乎可以说没有安全措施 就是天际挑逸我们两个人 就是下面那些小车 看到吗那些人在走 因为他们刹车了所以很慢 快的时候可以很快 天际逮达瞎呼 天际逮达瞎呼这个叫 哇这个那个夕阳真的好漂亮 哇就是有点好 但是我控制一下 可以了 加速了 哇这个是什么样的 关键的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 叫做 我特别喜欢索尼这台相机 它的创意视频技术 就相当于你在拍视频的时候 就已经加了一个你喜欢的滤镜 现在我在拍夕阳 然后用的这个模式叫做暗夜流晶模式 拍出来画面就会特别的鲜艳 那个晚霞就看起来特别红特别橘 现在这个模式是电影模式 它看起来就更加有那种电影的灰度感 看起来好漂亮哦 我喜欢这个模式 好浪漫这个模式 就是电影的感觉 天啊好漂亮 比肉眼看到的要漂亮 特别的女孩子 帮他看起来 儿子 把这次走开 我们准备回酒店了 然后这是我们在盛桃沙住的酒店 然后我们刚刚走着走着以为遇到了哥斯拉 因为抬头一看 这是他们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雕像 就是那个叫什么 鱼尾狮的公司 然后到晚上居然 就是他那两个眼睛和嘴巴居然是亮灯 然后还是黄个粉红色的配色 我们刚刚一抬头吓死了 以为是个什么怪兽呢 我都差点要变成超人了 去打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